国内疫情持续升温 确诊人数不断增加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从4月18号起 轻症或是无症状者 可以跟各中医诊所 以试证的方式诊疗 取得公费的台湾清冠一号 重要服用 而花莲13家院所的中医师 也加入行列 提供轻症或是无症状的确诊者 居家照护的服务 疫情升温 为因应轻症无症状确诊者居家照护 花莲13院所中医师也加入抗疫行列 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于4月18日起 确诊者可透过中医视讯诊疗 公费取得台湾清冠一号中药服用 花莲县中医师公会理事长黄辉荣表示 目前花莲提供台湾清冠一号的中医院所 有国军花莲总医院 加德、江瑞婷、梁美、大兴、袁济、杏林 信心、智成、袁相、大正、松玉堂和汉华中医诊所等13家 清冠一号在去年最切诊的病患 有蛮好的效果 原先新冠一号只能使用在医学中心专则医院 到今年的4月份 4月13号的时候 给警官署答应了 我们基层诊所也可以用到新冠一号 所以我就重新在在 14号的时候 我要重新再问请教那些年来 年来参与典剧医疗的院所是不是还要继续参与呢 调查结果就有13家的院所 他可以提供清冠一号 因为清冠一号是公费的 不是用健保 他是公费的 所以诊所要事必要事先要准备 所以现在有13家的院所 有准备清冠一号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做法是 那个 基层诊所 他们的医师会先去 每一个确诊的病患都会先去照顾 如果说你得到确诊的新冠肺炎 如果说你需要你需要对 你需要中医的借助的话 可以请医师转介到我们中医来 那我们很乐意做这样的服务 华林县意启动轻症无症状缺加照护模式 卫生局会先安排施医师评估 若病患有医院中医看诊 卫生局会转介中医师工会 没合中医师诊治 清冠一号 是由中医师诊断开立处方后使用 为轻症确诊者治疗服用 费用于预防保健 提醒民众不要购买其他来路不明中药 以免误服伤身 接着长邦彦华林师报导